阿公在这里念国 张真理刚从花莲回台中 从陪伴学子的义德妈妈 转换为关怀老菩萨的医疗志工 吃饭了呀 时间对她总是不够用 张真理辅助弱势 辅导孩子特别有办法 跟早年经营安亲班的经验有关 当时忙事业又要做慈祭 无形中牺牲跟子女的相处时光 有一段时间我跟我妹妹 其实很难接受 为什么 妈妈是别人的妈妈 我说妈妈都在帮助别人 可是却没有办法照顾我们 谢谢你 谢谢我 亲子难题 随着女长大成人 选择以善解心包容 可能孩子好几天没有洗澡 好几天没有饭吃 然后甚至好几天没去学校 是因为家长根本就不在乎选择 有没有去学校 可是那时候妈妈可以 叮咛家长 甚至再回我们家洗澡 等我再大一点的时候 我可以知道 其实那个当下的牺牲是有事有的 以前求好心切容易起烦恼心 在茶道中反观自省 看能不能把我自己融化软化一点 因为我很刚强 一直听上人讲这些说法 我说怎么这么壮 有些人要拿对他们 有些人要拿得更温柔 把他印出来 制作寻法相笔记 文法 传法 支持大爱台 他们有一些负面的消息 然后他有一些温暖的方面 社会的关心 国际的方面很确实 同样在传达正能量 种下善种子 张真理行菩萨道十多年 这份使命感坚定不移 大爱新闻 国际的杨俊廷台中报道 Буд!" 布!